男子酒醉竟然取球棒到台北車站 砸毀垃圾桶汗煙灰缸之後人就落跑 之後他又折回來拿著球棒在亂灰 被警方當場壓制逮捕 另外在新北市則是有男子載朋友 開車經過路檢站拒檢逃逸 途中汽車找人接應 警方攔截逮到兩個人 還在追棄其他逃跑同伙 男子想逃卻被警方抓住衣領 直接跌倒 援警趁機扔掉球棒 死命掙扎不肯就範 還想把警方的手給扯開 兩名冤警費了一番功夫 這才把人壓制 會被警方逮捕 就是因為不久前 他拿著球棒到處亂灰 原來這名男子酒醉拿著球棒 竟然跑到台北車站 砸毀路邊垃圾桶還有煙灰缸 本來砸完之後人就落跑 誰知道他又折回來 拿著球棒回來回去 直棒敲打垃圾桶行為 涉嫌毀損罪險 全案調查後 將含疑台北地方檢查署正辦 至於在新北汐止區 則是有人開車到了路檢站 拒檢逃逸被警方逮捕 車上兩人被打個正著 但在警方到達前 有三個人腳底抹又開溜 25號晚上10點多 警方在大同路三段路檢 一輛轎車車上兩人心機可疑 不肯停車也不肯下車 踩了油門加速老跑 車子開了快一公里 把車丟了 找三個朋友過來開車接應 又繼續逃了快三公里 最後在中正路里門街口 手煞車都沒拉 撞擊路邊停放機車 車上三人跑了 兩人被逮 兩人身上均無為禁品 不服攔檢及交通造勢逃逸部分 將依交通法規進行舉發 逃跑三人 研盤可能是逃逸移工 目前正在持續追棄 拒檢逃逸已是不該 又多了造勢逃逸 最佳一等 記者梁子月 楊文豪 台北採訪報導 四人 遇 摇 交通 右 這邊